《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加卫国跨过亚洛江与联合国军的战斗 所谓的联合国军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 共16个国家的军队 联合国军其实主要以美国为首 南韩军队加上英国军队 其他国家战斗力基本上不值一提 但是有一个国家军队为了荣誉每每战斗总是以此相拼 顽强表现 还真让各国军世家竖起大拇指 这支军队就是泰国皇家洛军第一旅二标团的一个营 绰号泰国营 1951年10月 美军第三师在前一阶段战斗中损失较重 撤下前线休整 其聚首阵地一步 即把190.8高地 积交给泰国营防守 泰国营由21团团长率领 这个团长来历可不简单 不但是王子 而且还是泰国陆军少将 一个营总兵力 达到1057日 泰国营对志愿军战术也不是一无所知 早就预料到志愿军会乘他们换防治机发动攻击 所以在190.8号高地布置了一个加强连 配置了六门榴弹炮和九辆台客 志愿军面对战绩当然不会放过 刚刚开到前线的坦克第一师怦然出手 在步兵一个团的配合下夜袭190.8号高地 泰国营做梦没想到志愿军这么强大的火力攻击 加上刚刚换防 对阵地不太熟悉 不到半小时 这个加强营阵地丢失 全军覆没 最后 由于后路被切断被迫放弃战车和重武器 九辆坦克和六门榴弹炮都成了志愿军的战力品 半个小时全军覆没 坦克榴弹炮被缴获的消息传开后 泰国营对这场失败非常不满 匆匆从国内部冲兵 远准备再战 志愿军各部面对泰国营的战斗力 更是眼馋 志愿军各部只要一看到泰国营都是两眼放光 咬嗷叫 能捞大便宜 何乐而不为啊 泰国营为了挽回名誉也是绝不示弱 美战必以此相拼 结果战争结束后 泰国营统计战过大吃一惊 出兵1057人 伤亡达到913人 如果不计算从国内补充的人员 几乎人人挂花 伤亡率达到90%以上 两人啼笑皆非的是 泰国迎战后 成为泰国失利及皇后的卫队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 该部队正在进行换装中国造六九 爱爱是坦克的工作 强压有多重要 无论是国与国 还是人与人 强大几乎代表了一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